台灣選舉是影響不到中美關係 反過來,中美關係就會影響到台灣選舉 美國手上有多少派? 他打得最響的當然是台灣派 打得發發聲 以色列其中一間最大的軍事巨頭 賣了史上三大規模之一的防空系統 給一個很神秘的客戶 這個神秘客戶比較大的可能是台灣 大家好,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顧談事件》 我是浩德,旁邊有詩生 今天邀請了好朋友許正 國際政治和軍事專家 請到許正上來講講國際情況 第一條大家最關心的就是耳巴的局勢 繼續持續,究竟是否有停火協議 之後會怎樣搞? 現在大家都很關心 似乎其他國家都不停捉中國去談耳巴的情況 我們應該怎樣理解? 不如你問許正 第一,不要說作為一個學者的評論員 作為一個父親你看到的畫面是慘不忍道的 慘無人道和空殘的情況 我覺得不要說是近代 即使用兩次大戰去比 少見會是這樣的 當然裏面有很多理據是非常牽強 譬如醫院的地道或地洞 在隧道裏面有武裝分子和沒有武裝分子 你都不可以打一間醫院 你都不可以炸一間學校 這是很簡單的 即是美軍再虛偽也好 它都有所謂collateral damage 和附帶損傷 但是你直接打的位置 只有三樣東西 一是難民贏 一是醫院 一是學校 這不是戰不戰爭罪行 古往今來不可能有人做得出這樣的暴行 但是你無奈就是美國沒有的 它不需要有任何宣傳機器 我直接派地中海艦隊 我就去到東地中海那裏 所以你一天 除非第一就是美國撤出中東 或者它對中東的局勢 不敢興趣 基本上就不可能 即是你從地緣位置 什麼叫做近東 什麼叫做中東 其實是從歐洲開始算起 所以除非你美國和西歐和歐洲沒有這種聯繫 第二就是除非你美國的國力真的力有不提 甚至沒有你整個霸權崩潰 那你可見將能見不到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不要說我們中國遠在天邊 你周邊的一些地區很有實力 即是它是軍事上足夠實力 跟你以色列硬拼的 你什葉派的伊朗也好 你順利派的沙特也好 如果不是美國在背後純粹說這些國家 即是逐點說一句 不要說聯合 我只能搞定你猶太人 所以這個地緣格局是沒有辦法的 你中國也好俄羅斯也好 我比較欣賞的就是今次阿拉伯和伊斯蘭 因為其實是兩個概念 阿拉伯和伊斯蘭的聯盟國家去到北京之後 我高度讚賞習近平總書記的很多說話 起碼從一個人類公道的角度 他講了一件事出來 即是你最根本的東西就是 直白一點說 你侵略了別人的國家 你侵佔了別人的領土 然後你從來都不承認別人最基本的人權 然後你被別人突襲 你說對方是否恐怖主義 那句話都沒有意思 都是廢話 所以當然你真正要停火 甚至是兩國方案等等的話 其實是一條很遠的路 還有你探古索源的話 當年其實是阿拉伯人拒絕這兩國方案 我覺得都不合理的 你是歐洲移民來的 我才是巴勒斯坦人 甚至如果你從一個宗教 從一個民族的角度來講 我才是阿伯拉罕的後人 你也不知道是不是 你在歐洲流浪了一千年 回來就說一間房子你有份 你有沒有搞錯 你哥哥我從來都沒有死過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我覺得站在人類公平正義的角度 我覺得是北京起碼將那個說話說得清楚 這個立場是值得贊成 但是從一個現實的角度 要去到那一點絕對絕對是不容易 主要是因為美國的存在 有施生意見 我覺得原本以色列的存在 都是二戰後美國和英國 在中東強行弄出來的 為何說強行呢 因為那裡巴勒斯坦人已經住了很久 生活了很久 你現在要把別人趕在一邊自己壓住 有他的不合理性 當然用恐怖方式 那些老賣別人的人還做人知 這些不值得鼓勵 但是他在那裡被人欺負了那麼久 想辦法反抗亦都很正常 但是原本我看到的情況 這件事一出現 以色列一定是用他最原始的做法 就是你打我 我百倍鳳華 打到你趴在那裡損失很大 你求我 我相信美國和歐洲有些國家 都默許了以色列是報復的 所以他們一開始的時候 都是批評哈馬斯恐怖行為 認為以色列有權報復 但是報復的程度 他現在是完全不考慮人道 當然以前這些是回復 中古時代的人類打仗、矛盾、屠城 種族滅絕 即是用到這些手段 現在譬如中國這樣出來 說回一些說話 世界就會平衡一點 那我自己覺得這一次 如果幸運的 令到中東這個矛盾有一個根本性的解決 我覺得阿拉伯國家都要面對現實 接受以色列 因為它存在了差不多六、七十年 你都不可以現在要將它說出去 恢復原本只是巴勒斯坦人的巴勒斯坦 這是做不到的事情 如果真是大家接受兩國論 經過這次大家較量之後 可能當地的巴勒斯坦人都知道 即使這次達澤成功 代價是很大的 接受現實 我傾向這次衝突 雖然很殘酷 就變成最後一次衝突 希望打一打就可以談一談 打打談一談就是四三十 我想談完的 有一個了結 如果仍是打打談談 每一次都越來越嚴重 真是人間非劇 但另一邊相 就好像我們中美又可以談一談 最近當然大家看到在三藩市兩國元首 習近平主席和拜登總統見面 大家會覺得雙方在關係 談完之後是否會有明顯的變化呢 好像發夜亮出來說 其實很多地方都有些分歧 這件事大家最新有甚麼理解 我想在我們這個節目中 我都提過好幾次 第一的就是 你屢次跟別人說 最初就說太平洋很闊 說一說一說世界很闊 再說宇宙很闊 我們中國東進時有句說話 就是王與馬共天下 那個丞相就姓王 王敦王道 馬就不是真的姓馬 姓司馬 當時的天下一半是世家大族 是一個丞相 一半是皇帝 終於是兵變 真是打起來 老老實實 你看今次在西岸的會面 拜登不是用語言和行動 告訴你 不要說天下 連太平洋我都沒有跟你分 我沒有這樣的動機跟你分 你還要得後兜面再跟他說 我覺得你不要作為國家元首 作為男人的時候 該拿起就拿起 拿放也可以就放也可以 你不要硬的時候 軟軟的時候就硬 所以拜登不打算跟你 不要說分天下 或者分太平洋 最低限度他還要向你極限施壓 有幾個方面極限施壓 第一個就是在集拜會的當下 美國就宣布了 芯片和相關技術的出口 還要進一步收緊 第二就是不要說 我讓你香港的特首去西岸 甚至我還要醞釀 進一步去擴大 那個制裁令很離譜 不是針對你官員 你法官我也針對 是同一時間發生的 第三就是當時在菲律賓附近的海域 美國在整個亞太區的盟友 最北就是去到加拿大 最南就是去到澳洲 還要是日軍領涵之下 菲律賓有參與一個海空的軍演 近日發展到都不軍演 我直接就美飛在南海裡聯合進行 所以就是一起去執勤 所以其實拜登就在剛才說的 最少四個方面 就向你北京極限施壓 你極限施壓 他就得到想要得到的東西 不過我符合三件事 第一就是我們雙方的軍方 起碼最公開的領袖 就是國防部長 我們就要恢復 直接引起電話來談 這是拜登要求的 第二就是和港環保 接能減碳 你也接受 第三就是聯合禁讀 聯合什麼禁讀 難道美國幫中國禁讀 中國幫美國禁讀 所以其實他的極限施壓 是得到他想得到的東西 我永遠都是講態度 中國是不是什麼都得不到 我又不是講反話 我真心就是那句 我們中國人沒有所謂的 有兩句說話 有一句說話叫知此近乎用 你見過記者會 就是在集拜會記者會 他如何形容中國的國家元首 我經常都會強調 中國的國家元首 第一 他不是一個個人 根據中國的憲法 國家元首 它本身就是一個機構 它是一個統治的機構 第二就是國家元首 是代表你14億人的尊嚴 我就是不給你面子 所以第一就是知此近乎用 第二 我經常覺得中國人有句說話 這個是來日方長 不爭招直的 那你眼前不是要清楚認知到 中國我覺得最大的得著就是 別人得口得面告訴你 我和你的差距就是這麼大 我立起我的衣服 我的手瓜就是這麼大 那你就清楚認知到這一點 你說我們重新回去 韜光養晦有所作為 是否完全不可能呢 我覺得是好 但不是不可能的 你不要忘記就是當年 就是剛才我們說了中東的局勢 如果不是911這個事變 當然從人類的角度來說是悲劇 但從中國的角度是個轉機來的 其實當年這個小暴薯一上台的時候 他講了兩件事 第一中國已經是我的最大對手 俄羅斯我不算了 最大對手 第二 小暴薯就說 那時候陳水扁上台 小暴薯就說 我就是陳水扁的Guarding Angel 我就是這個台獨分子的守護天使 沒有 總之江澤民和朱鎔基 都是把握了這個歷史機遇 都是扭轉了 而且不是另一個人 最諷刺的就是你小暴薯自己 他自己承認 從今以後中國就是我的戰略合作夥伴 就不再提對手 所以我覺得 不一定是推不回去的 看你是否大丈夫 是不是拿起來放得低 這是小弟的一個預見 在習近平上台之後 對美國的態度 其實 如果客觀一點來說 是有所轉變的 最初就開始有所作為 在內地一些輿論方面 就說西方的體制出了問題 開始老化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變成一個新的模式 有更好的前途 這些提法 就會令中國有些人 民族情緒高漲 但亦都會令到西方 將你看成是一個對他有威脅的 一個體制模式 這種模式不止威脅美國 美國之所以能夠令到歐洲 日本 那些其他發達地區 都變成他的盟友 來對付中國 跟中國在統戰 哪些是朋友 哪些是敵人 那條界線畫得不夠清晰 都有關 所以變成有一段時間 最初就很興奮 但是發覺 要跟美國真的較量的時候 人家手上的牌始終還是較多 到最近 當然內地有些說法是美國方面做了些讓步 但剛才許晉都分析了 他說話就說好聽了 又不尋求取代中國的模式 又不會尋求跟中國衝突 不會搞台獨 但實際上他做的 又賣軍火給台灣 又跟台灣加強聯繫 又說不全面脫勾 其實是精準脫勾 他要打你的地方 他還是很出力去打 初初中國都說話更強硬 別以為打不還手 好像以後真的會強硬對待 但最近的態度是相對現實 從商界有些人的看法相對現實 都好過不了解現實 現在是恢復爭取和美國有一定的溝通 那種協商 就不只是站硬自己的態度 準備還手的方式 在這種情況下 我認為 美國方面也有一些事情是會改的 即是他說沒有辦法全面脫勾 這個說法 應該我相信 我相信 耶倫 拜登 一早察覺 不過因為 美國自己的民情 對大陸威脅的恐懼 擔憂 令到 美國政府不可能這麼快 將特朗普時代做下的事 立即切 他們都做了一定的輿論準備 到這一刻 我相信已經準備得差不多了 我相信 關稅在北九的將來一定有部分可以取消 因為這些關稅實際上是美國消費者自己揹上 現在他們亦都想切割過全面切割過 他本來想像對付蘇聯一樣 對付中國就是全面切割 現在其實法國切割員都切割不完 中國一樣有貿易營餘 美國一樣有貿易赤字 還買了一些貴的通貨膨脹 所以我相信 美國都有一部分會面對現實 你沒有必要連中國的玩具都不買 玩具做得好 不威脅你國家安全 鞋襪那些就照買 家電就照買 但是 新片幾大都不賣給你 5G做得好 我不給你機會再發展 我就不買這些東西 一定是有一些地方 針對性比以前更加強烈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我對香港的做金融都擔憂 因為金融都是美國不會放的一個環節 因為他知道大陸的體制下 有些事情是做不到 一定要靠香港 既然一定要靠香港 他就一定會制約你 所以香港的金融以前 外國資金都會去中國大陸投資 給內地公司上市 我見今次金融峰會的投行 大部分都是說 如何做資產管理 是你的錢 他幫你拿去外邊投資 他的錢又不容易給你入大陸投資 所以變成 接下來大家都會重新檢討 哪些事情是做了對你無益 對你無益也會傷害我 我只能夠選擇來做 所以我自己看這次的接觸之後 起碼中國表示了不反對接觸 之前有一個時期是不肯談 會有得談會面對現實 中國的外循環 不會停止,只是靠內循環 香港應該是有好處的 如果中國的進出口是好一點 香港也會好一點 香港的貿易好一點 物流好一點 支持貿易的保險、專業服務、外匯 市場那些 還有一些角色可以扮演 但是 能不能回到以前的程度 你就要找到新的賽道 開展到新的業務 只是與美國與西方的關係 尤其是金融方面的關係 是不容易回到以前的水平 最後爭取時間 幫觀眾問一下兩位 因為大家都會關心 未來台灣就會有大選 甚至美國在這件事上 都好像有提及 兩位對台灣大選有什麼看法呢? 無論形勢或對香港 或中美關係當中 究竟有什麼意見? 第一就是台灣選舉 影響不到中美關係 反過來中美關係 就會影響到台灣選舉 事實上 剛才施生說 美國手上有多少牌 他打得最響的 當然是台灣牌 打路發發聲 有幾個東西 第一件事就是 剛才提到 例如菲律賓 有聯合軍營 有聯合巡航 菲律賓人口多 經濟開始上升 但眼前來說 都是軍援多於軍售 直白說 他都要用美國自己 銀河包去武裝菲律賓 或者叫他兄弟 我搞不定 日本你幫我搞定他 你也給他一些工具 中國這麼大隻 但台灣是不同的 過去幾年 當然有基數效應 因為我們知道 2000年前後 台灣的經濟是不好的 因為基數效應 過去十年 當香港和內地 和美國和英國的關係 變得複雜 其實台灣的經濟 是相對平穩的 相對平穩 所以很老實 真的美國要武裝理的時候 他就有點像日本和韓國 台灣自己要拿些錢出來 買美國的軍備 這是第一件事 事實上 早前有一個新聞 不是AIA 千萬不要讀數 是IAI 就是以色列其中一間最大的軍事巨頭 他就賣了史上三大規模之一的防空系統 給一個很神秘的客戶 西方軍事分析的人員都覺得 這個神秘客戶比較大的可能是台灣 沒有誰有這麼多錢 第二沒有什麼需求 第三有誰買了不出聲的 多數股就是台灣 這件事其實都知識體大 因為剛好在尾巴衝突的時候 中國開始說一些從人類的正義 從人道的角度 就是一些 其實當然是暗鏈在譴責 以色列反人類的一些行為 有這麼大的新聞 所以台灣一定離不開軍售 其實北京壓力是大的 因為和其他問題不同 我想不是作為中國的執政黨 或者國家元首 我想不到有哪一個中國人可以承受 再一次 因為現在大哥不是稱謀不是文聰 我沒有可能承受 今時今日還有國土分裂出去 甚至是緬甸出事的時候 有人說 那裏為什麼有這麼多中國人 原底那裏就是中國的 所以我們拿回來也不是一個問題 因為那裏有很多非法行為 跟那裏的唐人沒有管 其實也有關 所以這就是第一個壓力 沒有人能承受到 你會失去台灣 但就是因為人家知道 那就是你不可能承受之痛 但你真的解放軍要和台灣去打 甚至日本會不會參戰 菲律賓美國一大抽褲卷下來 那個風險其實真的是世界級的 所以那個壓力是相當之不需要的 人家找到你一個不可能放棄的痛點 但是反過來 譬如你見今次的選舉本身 第一就是 都不是現在 小弟在不同平台 超過一年之前 賴清德不是贏了 他贏了 即是不需要計算的 有很多事情 從你黨內 例如民進黨黨內 其實賴清德第一 他做過台南市長 是陳水扁的家鄉 即是台獨的大本營 第二就是 他是所謂的 務實台獨 溫和台獨 他不是陳水扁 鄭常平 蘇貞昌 難聽說句 好像草莽 那種 梁山婆 他是斯文帥仔 做過市長 而且他是 民進黨內 新潮流系 其實是比較知識分子 或者各方面的包裝 別人覺得是專業的政客 再加上他在蔡英文座 尤其是副首的聯絡 其實他沒有特別的醜聞 即是私德功德 他不是很多這些 現在還有蕭美琴的家主 蕭美琴就是 這幾天台灣的政客 政黨的朋友 就出了很多貼文 叫做挺美 挺美 你知道國語有兩個含義 第一個挺就是婆 pretty 挺正的 第二那個美 一個是指蕭美琴 第二就是指蕭美琴 其實第一 其實他人生裡面 大部分時間 其實他是美國人 他是美國籍的 他媽媽是白人 美國的白人 而他爸爸是台南的 就是蔡美琴的長老會 以及蕭美琴的名字 你留意一下 他不是用漢語 不是用普通話去拼 他用台語去拼 當然我就很幼稚 好像當年有人搞港獨 你不講普通話 你講廣東話 你就是港獨 那不是很搞笑 香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是廣東的一部分 那你就降低了自己 但無論怎樣說都好 分離主義者就是有這些幼稚 就是蕭美琴的爸爸 都會玩這些文字 他的拼音是問南話 所以 蕭美琴或者賴清德 他們當選 就不單止是所謂分離主義 進一步鞏固了他們的長期執政 甚至就是 其實進一步中 他們拉近了美國 因為分離主義不等於 他們聽命於美國 你看當年陳水扁、蘇貞昌、謝祥平 他們就是 他們自己很多自己的盤算 甚至日本的獨派和美國的獨派 他們的盤算是不盡一致的 最後都說兩句 南百佩 第一就是整件事 我覺得真是搞笑 所謂智者千類必有一失 就是 尤其他做台大教授的時候 經常都展現他自己的 所謂的智商 高智商人 但是第一就是 這麼搞笑的 就是你和國民黨談 就是國民黨在台灣爛到那個地步 就是不要從兩岸的角度 你從台灣當地的角度 就哪個拘捕去哪個死 那他拘捕去你又不閃 那他就第一 虧那個就是你 我又不怕的 我已經是地底黎 第二就是 你談不談民調 各方面的 就擺明人家就佈了一個局 因為不要忘記馬英九 台北市長的時候他的副手 滿洲人的阿金普聰 他本身就是民調高手 你玩這些陰謀詭計 你是玩不過國民黨 其實說真的 你真是藍百佩唯一的一個可能性 當然是柯文哲 當然是教授做證的 侯友宜做副的 然後你才會有互相得失 如果不是的話 你侯友宜出去做證的 第一就是輸 我為何要拿來一起輸 第二就是 你只能夠在一個本土主義 或者身分認同上 你不輸於民進黨 直白一點說 兩邊都是比較本土派的 你才有可能爭取新一代的選民的支持 所以長話短說也是那句 智者千雷必有一失 今次就是 如果你藍百不配的話 輸就是輸的 你得不到大位 但未來的政局上 不是國民黨 是民眾黨 有朝一日 可能會成為最大的在野黨 也假意時日 不排除他們新一代 譬如黃珊珊等等 他們再上的時候 可以成為島內制衡的力量 現在的形勢搞成這樣 民進黨六營一黨獨大 我覺得在可見的將來 其實一黨獨大的可能性是相當高的 亦都令到北京去盤算中美關係 台灣怎麼走 我覺得難度會變得越來越大 我不說那麼多 今節的時間都不少 多謝許正上來 我們第二節回來 會說多些財經的話題 的士牌已經訂了 以前收開牌費 沒有理由 我交牌費 本來只是給我做 不讓別人做我才交牌費 你現在是給別人做 你是不是先回水 所以我認為 夠時間一刀切下去 沒有和家人住都差不多八年 租了那麼久 幫人供了很久 首期也有 不如買一層便宜地自住 這個 相信都是這個時勢 還會 甚至 還夠膽上車的唯一原因 不過這位哥仔 你所謂的便宜 即是有多便宜 層樓銀行股價是400萬 我買回來就330萬 之所以低股價兩成多 當然沒那麼簡單 大廈不是平地升級 樓齡44年 一打開門 嚇死你 究竟爆散這間屋要花多少錢 大改造完之後又有多不同呢 FINANCE 730 裝修真人show 一年三個月 追蹤這位業主 由收鎖匙去到入伙 第一集開始之前 記得訂閱FINANCE 730頻道 按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任何一集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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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進行 チ 自己 經 入睡